所以总的来讲2012年虽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世界没有看到自己的末日 中国也没有看到自己的硬着落 这一点是我们大家感到庆幸的 并且我们相信2013年的情况 在全球会比2012年要更好一些 那么拿中国来讲 我们今年的GDP大概会设限7.5的提出来的目标 甚至会略高一点点 那么明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定出来是7.5 还是7.5 那么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着7.5的一个增长率 我觉得这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在这个基础上面来创造就业 在这个基础上面来关注环境保护和医治过剩产能 另外通货膨胀中国采取了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大概2012年平均下来 这个也要进行统计会在2.5%左右的一个通货膨胀率 那么明年呢我们把这个目标呢 也定在这个3.5%左右 就是考虑到还要做很多价格的理顺和调整工作 如果2.5%到3.5%这样一个水平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通货膨胀率 同时呢我们的农业设限了9年的长期的连续增长 就增产 那么明年如果我们能够设限10年的连续增产 那么和温产增产 那么这个就会给通货膨胀的压力大大的减缓 也对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保证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因为毕竟有13亿人到14亿人在吃饭 这个中国的最大的一个任务 就是它要看农业 那么今年我们提出来是900万的就业的目标 我相信能够完成 前三季度完成的情况不错 这个基本上已经可以完成900万以上的一个就业目标 那明年大概提出来还是900万 那么每年新增就业如果有900万的话 那么基本上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当然就业的结构性的矛盾 现在越演越烈 蓝领缺 白领也缺 白领确实很正常 但蓝领也缺 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就业问题 这就牵涉到很多的改革 包括财税的改革 包括教育制度的改革 来减少这种结构性的困难和问题 那么2013年情况的经济工作会议刚刚开过 这个会议对中国的明年经济发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总的来讲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片新的气象 因为政府非常重视在新的年当中要落实和抓好过剩产能的压述问题 第二个呢 这个中国的政府很明智的看到在碳排放上面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的第一名了 这件事情不光彩 因此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进行技能减排 当我们搞比如城市化建设的时候 一定要把smart city作为一个目标 那么第三个亮点就是进一步的经济建设当中强调了创新 创新的时候呢 更多的会强调呢 这个机制和制度的一些建设来促使中国的创新的发展 这些都会使得中国不但远离这个软硬坐落 而且还会使得今后的发展呢 能够走得更稳一点更好一点 所以对于未来呢 我还是充满了信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